吴宁朗 米宁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开始带你来看到花莲县军人之友社军人服务站 31号上午在花莲市麦当劳中镇店办理荣耀九三 由我国军的活动 那么是由县长徐正伟代表制证麦当劳的餐券 华防部参谋长吴莱毅少将代为受赠 那么9月3号起到9月11号 国军只要是穿着军服 持餐券就能够免费来兑换套餐一份 花莲麦当劳餐厅常年热心进军 每年办理军人节进军相关活动 31日上午在麦当劳中镇店办理荣耀九三 由我国军活动 在九三军人节的前夕 为了国军官兵常年训练战备 守卫家园与救灾复员和执行防疫工作的辛劳 自证麦当劳餐券给驻守花莲县三军部队官兵 但是有一群把青春岁月奉献给国家的这一群人 他受到人民的重视 他才有办法去捍卫 我们目前享受的民主自由 以及我们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这是要被重视 谢谢对这一群军人的重视 那我也特别要代表作战区 谢谢我们在这一段时间终于自己岗位 也坚守自己岗位的军人们 代表作战区向你们献上最大的敬意 其实我们这个进军的这个活动 在我任内大概已经 今年是第五年 那今年因为我可以感受到这个形势比较紧张 那回想小弟在服役的时候 九六台海危机的时候在东营服役 那个时候每天要扛着这个 一万四去守这地 那个内心的那种紧张跟压力 不也可以 所以我非常的清楚 在第一线的国军官兵们 各位在这个保家卫国的这个责任跟任务上面 是增加了很多监督上的负担 我们一年三节的进军里面 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国军弟兄 还有在流营的我们的这个弟兄前辈 其实我们一年都有相当多的接触 尤其是范围县政府 在我们这个国军退役之后的第二专长的培训里面 是有去欠预算的这个经费来编列 而全力来支持我们这个 这个保卫家博之后 退役之后的人生的另外一个旅程的规划 所以在每一年的新领算不实行 其实我们要谢谢军人服务站 这个包站长以及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 一起共同 这个为安定社会 肯定将来努力 有区正位代表制政麦当劳餐卷 并由花防部参谋长吴莱一少将代为受赠 9月3日至11日 国军着军服持餐卷 前往华联麦当劳中正与吉安店 就能免费兑换套餐一份 包含主餐、复餐和饮料 期盼借此感谢国军兼负责保诈 为国责任给国军弟兄们鼓励 让国军感受来自民间的力量与支持 记者长邦彦华林士报导 国军兼负责保诈